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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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位科學家的背景? 其實對於他的貢獻 原來大家是不小心聽過很多 不知道今年比較早前的時期 試過說韓國無端端弄那顆超導體 炒得很生氣 其實是這麼說 行外就很生氣 行內就不是很生氣 其實三時五刻你就聽到某些國家在方暴自己 就做到高溫超導體這樣的事情了 一天已經聽到麻木了 但是你說如果去提出一個叫第一批很漂亮的理論 來去解釋究竟在超導體裡面那些原子、分子發生什麼事 來解釋到這個超導體現象呢? 這個人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貢獻者 Leon Cooper 其實不止他一個的 和他一起合作提出那個理論 那個叫BCS理論 就分別對應這三位貢獻的科學家 那這位Leon Cooper 這個姓有個C字 所以BCS的C就是Leon Cooper這位人兄 那他就是和另外兩位 有個姓有B字頭和S字頭的科學家 一起去搞了一套理論 來給一個可以說叫做第一個很微觀化的理論 來去解釋某一堆某一類型超導體 為什麼會能夠表現到這個超導體現象 那麼他給出這個解釋那個研究的時候 他們應該就是在這個叫做UIUC 是不是呢? 台長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 這個叫做伊利諾伊大學Urbana Champaign的這個分校 那麼其實這個學校呢 對於香港人來說就不是太多人認識的 但是如果你說物理學界呢 頭二十厲害的學校來的了 有一段期間甚至是頭十 不要說是頭二十 而且他專攻什麼方面最厲害呢? 凝聚太物理或者叫固太物理 他們是很厲害很厲害的一間學校來的 所以他們很多人拿過諾貝爾獎 就是如果你問有些學校在那個什麼世界排名很高 就是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拿諾貝爾獎排名這些學校 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排得上去的 但是反而好像UIUC的學校呢 你看它的那個世界排名呢 你不是看得出高的那麼厲害的 但是他拿諾貝爾獎是超多的 就是這些學校才厲害 其實 那說回正題吧 那BCS這三位的教授 他們在那個伊利諾伊香檳分校的時候呢 他們合作研究的時候 應該在六十年代啦 六十年代尾就已經都不用了 是五十年代尾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BCS理論 你去解釋那些超導體現象為什麼會發生 而197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就頒給他們 那所以呢 就是 就是 他的離世 就是 值得令人懷念啦 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呢 超導體這個現象 雖然未被完整地去解釋 但是他有一些的應用呢 已經是直接造福了人群的 那你 之前的香港科學大學校長朱經武 在這個整個超導研究裡面有什麼角色呢? 其實呢 朱經武校長呢 他主要的那個研究領域呢 就是一個實驗的高壓物理 就是 為什麼最後會和超導體有關呢? 其實 開頭超導體現象搞出來的時候呢 和你高不高壓呢 那個關係不是太直接的 是最主要你夠不夠低溫 但是你發覺某一種的物質 某種的材料 你把它整個溫度夠低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超導體現象 到了後來呢 尤其是去到七十年代左右 就開始發現另外一類的物質 也都可以成為超導體 是可以在更加高的溫度的時候呢 都可以超導得到 而且你去製作這些陶瓷材質的這些高溫超導體呢 是需要經歷過一些消制高壓的過程的 所以譬如朱經武教授 他曾經是在一個實驗室裡 搞過這些叫高壓物理的時候呢 那它是有很好的設備 去弄這些這樣的高溫超導體 那所以它甚至乎可以有份參與 就是說 你將這些是怎樣壓怎樣壓 甚至乎到了今時今日呢 有一些的物質 你想不到它可以做到超導現象 甚至乎有人去做到過 就是有一些的物質呢 似乎可以在一個幾乎接近我們 室溫都可以超導的 但是不要忘記 通常這些東西呢 就是它一定要給一個極高極高的壓力 那所以你要做到超導體 是需要很極端的條件的 要麼就要極低溫 要麼就要極高壓 要麼就兩樣都要 OK 那所以令到這裡的製作成本就會很高 或者那個運用的成本會很高 但是怎樣都好 它在有一些的情況 已經是用了在我們現實世界的 譬如說就是那些磁力共振 磁力共振那裡 裡面基本上就是有一個超導體在那裡 它將那個超導體 將兩個超導體 砌成一個很獨特的電子元件 叫做Josephson junction 而這個想出這個原件那個人 都後來都拿了諾貝爾獎 而且是一個很年輕的拿諾貝爾獎的人 那時候拿的 而最有趣就是它搞完發明完這些東西 拿完諾貝爾獎之後 它沒有再做老本行的 就是直接轉了行的 但是說回來 這位Leon Cooper 他作為其中一位那個理論 就是物理學家 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在最初找到這些超導體現象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究竟微觀世界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想到一個理論 就去解釋究竟微觀世界發生什麼事 他說原來那些電子 當你降到極低溫的時候 它就會更加有利於 就是那個 因為更加有利於表現它的量子特性 令到它的量子特性出來的時候 經過一個運算就知道 那些電子是會更加有利於 所以就不是獨行獨斷了 就是成雙成對結成為 就是配合 就變成一些叫Cooper pair 就是連那個電子隊 都用了Leon Cooper的名字來不明白 那這些電子隊 它形成了一隊的時候 它就表現了一個很獨特的特性 就是它原本就是不能夠 就是這些電子的東西 我們其實已經有說過 它是一種叫廢米子的東西來的 你是沒有能力把兩顆廢米子 放在同一張椅子裡坐的 就是等於你兩個人 就一定要分兩個位置坐 就不能坐在同一個位置的 如果你硬把它塞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就會互相排斥的 互相啞開的 所以它們會碰撞的 彈開的 但是如果這些電子 它在極低溫 就是對於某一種材料物質 你將它降溫之後 它裡面的電子變成成雙成對的時候 它這個廢米子的特性就消失了 它就會變成可以暢通無阻地 就是它一對對地出現的時候 就變成一對對可以互相和大家重疊 大家坐在同一個位置的另外一種 就是粒子的特性就會走出來 它就是說 就是這個電子在極低溫之下 會結成成雙成對的這個現象 就令它可以在整個晶體裡面 暢通無阻 就遭遇不到任何的電阻 除非你給一個磁場干擾它這種狀態 或者你提升它的溫度 令它脫離了這種 就是成雙成對的狀態 那如果它能夠結成成雙成對 在那個晶體裡面那裡運行的時候 它就會沒有阻力了 所以你只需要給足夠低溫 它能形成成雙成對 這樣就有超度體現象了 其實就給我這樣的解釋出來 它甚至乎由量子層面 由運算度可以給出這樣的模型出來 給出這樣的解釋出來 但是這個解釋這個理論 就不是完整的 對於一些譬如 一些單獨的物質 譬如我想一下 譬如好像那些Helium 海氣那樣 你給它溫度足夠低 它會可以給到 譬如水銀 不是水銀 就是Helium那些 可以給它超流體的特性 譬如有一些 我一時間都要找回 譬如有一些物質 你足夠冷的時候 有一些元素 你給它足夠冷 它就會有超度的了 但是如果剛才說 如果那樣東西不是簡單元素 而是一些複合圖池物質的高溫超度體的時候 法國就用BCS理論 就解釋不了為什麼它們會有超度現象的 就是這個理論本身就能夠解釋到一部分超度體 為什麼有這樣的行為 但是不是對於所有的都可以 但是就算是這樣 都無損這個理論它受人重視的程度 所以哪怕就算後來都已經找到這個高溫超度體 這個BCS理論解釋不了 你發覺BCS這三個人 都依然就會是這個超度體界的大中司 應該是70年代 他們三個一起拿那個諾貝爾獎了 1972年 1972年 但是這裡看到 楊振寧在這件事上都有些話說 我就沒有看到資料去講過什麼 跟著看 可能將來我們再講 就是因為它有一篇論文就是講這件事的 結果發表的時間是1962年 這裡已經看到了 講Colper pairs The idea of paired electrons though not fully accurate Capture the sense of it 這樣引了它 但是那個超度體 是不是說如果是出現的話呢 那個電力從一個點去另一個點 是完全可以暢通無阻 完全可以暢通無阻 就沒有任何的電阻 所以是一樣大家會很容易想到 極之有用極之厲害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當我們世界上 所有的電線換成超度體的時候 是不是完全沒有損耗呢? 就很容易會這樣想 但是你都知道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超度體 你要破壞它那個超度的狀態很容易的 溫度高一些 磁場厲害一些 就已經不行了 那在今時今日來講 如果是一個比較新的知識 超度體現在可以再細分幾類的超度體 就是說呢 當你一直降溫的時候 它怎樣進入到那個超度狀態呢 是有 比如說 剛才說 我們一直以為最簡單的超度體就是 只要溫度過了某一條界 那個外來磁場干擾 降低到某一個程度 它就馬上變成超度體 那這個是最簡單 我們叫做第一型的超度體 那很多時候這些這些 這樣的BCS理論最容易解釋到 就是第一型超度體那些 為什麼會有超度現象 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較複合一些的 那些超度體呢 它們會是很有趣的 它會經歷過其他階段 它在 當你降到某一個溫度的時候 它就首先進入一個中界的階段 就會是 那些磁力線就沒有那麼容易穿透到它了 就只能夠局部穿透去 然後到溫度再壓低一點的時候 就所有磁力線都排走了 就完全是 就是沒有電阻之餘 還會是排擠外來所有的磁力線 那所以呢 你會看到 有時候那些人show rate 看一塊東西 為什麼會超度體呢? 它會浮起的 浮在磁鐵上面 OK 如果大家很記性呢 講上次韓國那些 有個研究小組聲稱自己搞到一個高溫超度體 那塊東西都浮 是叫做浪起了的時候 不是整塊浮起了的 就是 所以你要知道有些東西就不是太完整的 有些東西就不是很妥的 OK 那其實甚至乎呢 就是要講一些新的知識 其實呢 好像是應該都在近這一兩年 有人提出了叫做type 3 叫做第三型的超度體 但是在這裡我們沒有時間去慢慢再細分去解釋 但是其實叫做 我們嘗試去做超度體研究 當然希望找到一個了解它背後的機制 從而令到我們有更加多的方法 來幫我們去找一下 有沒有辦法再提升這個超度體去表現超度時候的溫度呢? 可不可以在一個更加常溫常壓的情況之下 能夠做到超度現象? 如果有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叫做 可以找到一個很方便的超度體 給我們日常那裡應用 那譬如另外還有什麼的場合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叫做磁力共振腦掃描 會用到超度體 有些什麼未來的產業 又會大量運用到超度體呢? 就是核聚變窩爐 就是接下來如果我們譬如想 做一個用核聚變形式去發電 其中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很強的磁場 來去幫我困住 凌空地扔著那些很高溫的等離子體 來去等它做這個核聚變 那很多時候那個技術 無論你說是俄羅斯、中國和韓國 現在用的那些叫做TOKOMAT 那些這樣的技術 都是需要用到很多這些超度體 所以是冰火兩重天的 你要維持超度體運作 你要一個液態氮 起碼都要用到液態氮 這麼低的溫度 但是同一時間你裡面 放著那些東西是幾千萬度 一億度的東西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從你那角度明白到 那些核聚變怎麼這麼難搞的 就是可以這樣去看到 嗯 那我們今天的專門時間參加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這個叫做Shift 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會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那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那好吧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